Hello,大家好,聖地亚哥现在又解封了 很多朋友都问智利现在的疫情如何 经过了一个当月的封城 由原本的每日七八千确诊数字 这几天下降至每日两千多 证明封城真的有效 但边境仍然封关至7月14日 虽然解封了,但我也不敢到处去 今天和大家一起入啤酒和汽水 智利人是喝尿汽水当水喝的 在这里的汽水真是超豪卖 由于我来汽水公司很近 一瓶啤酒一瓶汽水就够了 慢慢的,现在高屋车 这种智利人的啤酒就像我们的青岛啤酒 你猜不到在智利的啤酒 比汽水要大至还要便宜